誰要拼的就是台北市長這個寶座 台北市長選戰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台大醫師柯文哲今天跟國民黨籍的參選人 連勝文都出席了陽光基金會的活動 這也是兩個人第一次坐在同一個場合上 先到場的是柯文哲 就這麼剛剛好 柯文哲才說 如果遇到連勝文他不會尷尬 結果呢說曹操 曹操就到 只不過連勝文的車子到了 人卻遲遲沒有下車 連勝文姍姍來遲 但立刻主動一一握手 在座來賓還包括了可能的競爭對手 台大醫師柯文哲 雙雙出席陽光基金會的平權活動 連勝文柯文哲不再擦肩而過 首都同台坐在同一個場子上 只不過活動開始前有些尷尬 因為柯文哲早早到場 反觀連勝文的車子已經在外面 但人就是遲遲不下車 外界好奇是不是不想王見王 會主動打招呼嗎 至少揮揮手總會吧 這個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滿自然的啦 我是怕他不自然而已 我想這樣一個公益活動 不是為了個人不是為了政治 沒有什麼可以覺得尷尬或是特別的地方 柯文哲醫師 周末拼人氣兩人難得一起出席 但活動開始卻一左一右隔了老遠 連台下歡呼聲都有濃濃較勁異味 一位是台大醫師 一位更是顏面損傷代表 談起平等柯文哲先主動出擊 所謂的文明城市 它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尊重多元化 也就是說不可以因為性別綿綿 甚至皮膚的顏色 當然更不用講貧富的差別 而給人家不同的差別在於 在我們受傷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被外界嘲笑說 有人在我臉上打了一個酒窩 不過我想我們柯醫師大概知道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連勝文避開貧富問題 亦更主動提起柯文哲 只是活動還沒結束 連勝文又早早離去 而隨著選戰腳步逼近 也讓一場公益活動擦出火花